我是愛智圖書公司總經理楊柏銘 我贊成建圖書館 我認為我們高雄市政府圖書館 在這幾年對高雄市的圖書的建設 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都很用心 那剛好四鴻其位 有民間願意建一個紀念圖書館 我認為它是很有意義的 那當然我知道有一些綠色團體的朋友 他們反對 可是我看了整個政法面的立場以後 我認為我們的綠色團體本身 可能要做一個比較深刻的思考 因為我本身也參與了環境運動二十幾年了 我認為當我們要檢驗別人的時候 我想我應該也要檢驗自己 比如說我們反對的理由裡面 我大概有幾點 裡面有二十二顆的外來種的樹 包括黑板樹、印度紫潭 這些樹大部分都是外來種 當我們為了一個社會更大的公益 我認為坎除外來種根本沒有所謂的錯 甚至於我認為都不需要移植 因為移植的代價可能會比較高 我寧願接受另外一種思考 我們在別的地方種更多的台灣原生種 譬如說我們砍了二十二顆 我都願意任兼超過五十顆的台灣原生種的樹 我認為這樣子會比較有意義 但是老樹硬要用這個老樹的名義出來做反對 我想這個也是很不好的 那再來包括鳥會說的鳳頭昌鷹 其實那種鳥在詩漆裡面是有很多 沒有破壞所謂牠的家 牠在中央公園裡面 那個地方建了圖書館以後 牠是會棲棲地 牠會跑到別的地方 而不是說牠沒有地方住 我想我們很多環保團體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都要很嚴謹的態度 那當然最後我個人的看法是 圖書館對高雄市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 我長期在思考的是 我們不怕圖書館周 我們怕的是大家不看書 那既然市政府願意那麼費心 去建這個那麼好的圖書館 我想我們應該都支持 我想歷史團體不是零跟一的遊戲 為了更大的社會公益 有適度的犧牲是必要的 那這裡面我必須還要特別提到一點 我們的反對案件裡面在講 高雄重工業都市 空氣汙染嚴重 我希望環保人士你們弄清楚 高雄市真正的汙染源 不是砍那22顆外來種的樹 高雄市真正的汙染源在台塑 在一些化學工廠 為什麼要把主題把它撕交呢 我想在我們檢驗別人之前 我希望我們要把重點抓好 所以最後我要說的是 我相信 而且我也贊成 當高雄市有更多好的圖書館的時候 會讓高雄市市民有更大的幸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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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